那個劍回抽那個 真的很強耶 那個動作 對 因為他說他學過那個 那就把它加進去 我可以看你做一下那個動作嗎 你會嗎 還是你有別的槍花的動作 你覺得比較值得 好 我試試看別的好 來囉... 沒有耶 不要這樣嘛 不接頭耶 真的嗎 所以他有要你... 想要你用手肘轉腔嗎 用手肘這樣接 我不會 你要試嗎... 他會 他剛剛有手肘 不切的態度 對啊 怎麼什麼都會 對不對 沒有儀天的表情 對 對... 你想怎麼樣 你想幹嘛 還是舞大王比較適合 所以克帆 金句跟歌仔戲 好像金句對大家比較容易是不是 金句的唱 基本上就是 如果把那個腔調昂韻把它弄好 就OK 可是因為歌仔戲它的那個 我們還有對戲台語 台語真的是要... 就是講得比較道地 練當真的很難 對 這很厲害 很強 很厲害 好 我們接下來要看的是 黃梅調練習聽的 接下來看到 曲老師練習黃梅調的情形 馬上進入交場兩桌的戲碼 可是同樣的歌詞唱起來 老師唱得就韻味十足 而且這曲老師唱得起來 怎麼哪裡都怪怪的呢 唱著唱著 曲老師居然又笑場了 我說曲老師啊 你也認真一點嘛 這可是要比賽的呢 為了要配合歌詞跟旋律 曲老師打算 用自己的方式來記 瞧她認真的筆跡 靠近這一看 哎呀 這哪一國的語言呢 曲老師您這學黃梅調的撇步 我們真的是看也沒有懂耶 我們真的是看也沒有懂耶 哎呦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這麼好笑 怎麼曲老師笑得花枝亂燦的 笑得止不住呢 這兩位老師 咱們的黃梅調還要不要練啊 這每一次都 梁俊 快日上的祭福 曲老師亦然不改搞笑的本色 就是哪門遮住銀台啊 曲老師被您弄唱一搞 老師才要發功了呢 唱黃梅調不要變成搞笑劇 老師看著囉 七八糟啊 死定了啦 不要想了 太難了 不可能 我紅都啞了 通通通發言 而且你看看我 妳有看過開高菜的那一台嗎 這樣梁俊佛還認不出我嗎 搞什麼東西啊 唱漫天 我還要唱 我根本不用唱了嘛 真的是 太辛苦了 好脫落的一台喔 好兇的學生們喔 不過今天要顯現 她才華的一個部分是 妳有帶了一張妳的畫作來 對 這個畫作是跟戲曲有關嗎 對 這個是應該 好多...好多年以前 就是我畫的字畫像 那我當時 因為我就覺得 每個男人身體裡有個女人 女人身體裡有個男人 我就想把我身體裡 那個男人畫出來 我就跑到一個戲曲學校去 然後就到那個服裝室裡面去 跟那個師父偷偷借出來的 所以這個畫畫的是妳穿著戲服 對 我就照著鏡子畫字畫像 從背後兩個鏡子反射 然後當時這個師父就給了我 這個注音台的衣服 叫我穿 可是我拿回家之後我就想說 我幹嘛穿衣服 戴著帽子就夠了 所以我就畫了一個注音台背面 我只戴帽子的注音台 對 沒想到這麼多年後 我就要唱注音台 真的耶 對... 來 我們看一下這張畫畫 因為這個畫有200多公分 我先坐身上舞台上去 有沒有 有了... 小心... 好厲害喔 全樓耶 全樓耶 全樓... 對面全樓 就是兩個鏡子反射畫的 對... 一邊把自己打扮成 然後一邊這樣看 所以一邊畫 然後一邊看... 一邊看... 三個畫好幾個月啊 所以這是妳的鉛筆素描 這探筆 探筆素描 對...畫很久 所以你看那個帽子啊 跟這個都一樣啊 然後畫著 好強喔 很多人看過妳裸露的背面嗎 沒有啊 就你們看過 現在觀眾都看到了 我就覺得怎麼會那麼巧 就是之前畫了可是... 然後這次邀請我來唱這個 我就突然間想到 對 好巧喔 命中注定 我就是注音台 來 認得出來是妳啊 對...就是有點... 所以等一下也是... 也是這樣嘛 對 準備喔 對 畫起來 好 準備好了嗎 好 OK 我們要跟老師一起演出 對 好 麻煩兩位 涼胸特謙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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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他為妻子把柴刀 我為你先的下山大 不對 怎麼不對呀 他為兄弟把柴刀 兩兄哥 你為妻子子下山崗 我為兄尚未成桓陪 你胡言亂語 你太荒唐 賢婢 你看 什麼東西啊 這首歌 隨夢吹奪 妖怪書寸 隨便 飄來一堆美軟衣 心一靈鼓勵 同來往 涼涼相依 心一靈鼓勵 兩兄啊 陰台乎是女紅妝 兩兄啊 核啊 配熱陽 配熱陽 可惜你陰台富是女紅妝 沙家失敗了 黃山來了 風黃山上